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实际上是一套推进器 那它把它斩平了以后呢 这个车就变成了一个四旋翼飞机 然后这边还有 这个是我们前阵应该在马上见得过 这个是它的一个就是无空气的轮胎 它用一个比较复杂的橡胶支撑 做这个它的吸震 你能相信这是轮胎吗 这是一个球形轮胎 能解决很多人的停车问题是吧 就是等于我四个轮子都可以转向 可以往四个方向任意走 但是这个玩意儿的传动怎么整 我还没搞明白 这应该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超前的设计 然后接下来这有两个 可能是有两个很快能落地的项目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叫做Triple Tube 它是一个主打操控的轮胎 那么它在直线行驶的时候呢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 它应该是主要是靠两边的那个立起来的地方 去跟路面去附着 来减少它的摩擦阻力 但是当它制动的时候呢 中间的这个地方呢会有更多的附着力 来减少制动的距离 然后有一次呢是当它转弯的时候 轮胎是主动的去改变它的那个形状 去增加它的附着力 然后就变成了操控胎 这个呢是固执伊克雷克萨斯 跟雷克萨斯联名的一个Electrified Concept 就等于是一个电动胎的一个叫什么概念品吧 那它的这个理念可能就是最大化的来降低它的滚动阻力 另外呢就是降低它的行驶噪音 大概是这么一种状态 反正这个胎弯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的话 真的是有点太超前了 可能最具体我们把它在量产化 到我们真实的世界里边还需要有一些改变啊 概念产品我们看这么多过来呢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要发布的四款产品 这个是一款主打操控的轮胎 这个是Ego F1 但这个Ego F1我们之前见到的最早的 应该是那个人字弯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 这个叫做Astermatic 就是它的不对称花弯的第六代 那么它不对称花弯 其实现在是比较流行的一个运动胎设计了 就是它在侧面的时候 尤其在外侧胎间有更宽的支撑 在这个地方有更宽的支撑 来支撑我们的侧向的弯道的操控 那么在中间这个地方呢 树位就是用来排水 同时的用来纵向的 像加速减速的这些的附着力吧 那么像这种运动胎 可能比较关键的地方 就是胎肩 还有就是胎臂的强度 另外再有就是轮胎 本身它的橡胶的配方 这个是我们今天下午 可能要在赛道里边 雪邦赛道 能去体验的一个胎 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 好的 这是它的第二款产品 这个产品 Drawer's Maximal Art 这个据它的介绍奖 是一个城市用胎 就是它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来增大它的排水能力 就是在湿地的时候 防止轮胎产生了一个浮水效应 等于让它能最大化的 在湿地下着力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轮胎 好像增强了防冲击的一个能力 就是对于路面的坑洞的冲击保护 这个轮胎是专门被电动车设计的 Electric Drive 就是为了省电 然后静音 同时有坚果抓力性的这么一款轮胎 就可能以后电动车越来越多了 也是一个专门针对性的 我可以看出来它的胎纹 现在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 它有一个一个小方块在胎间上 但这种不平均的滑纹 应该就是为了降低它的滚动的那种 共振的噪音 第四款轮胎是一款越野胎 它的名字叫木马人 Rangler木马人 Drawer's Maximal Art RT这个就是它看着意思的字面意思 就是一个比较耐用的米粉越野胎 RT我不知道Rogue Track 赛道接到还是Rogue Track 为了趴石头我不好说 反正我摸着这个轮胎的胎纹 它还真的挺软的 它的质地是那种比较软的胶粒 我觉得它要是趴石头的话 这种复周率应该还是挺不错 好的 听了这么多的产品点了 我们该试机测试了 在赛车场我们上来先不豁车 我们不着急 我们先比一个湿地的赛车测试 可以看到我们在这儿是用人工的喷水 来把赛道弄湿了 来看一下轮胎的湿地的排水能力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它的比较街道的轮胎 就是它的叫Assurance的这么一个轮胎 就是能够排水 同时还能够防冲击的 我们在这儿就说把车速加到60公里 70公里的时速 用的是这个思域 来看一下它的制动水平 这种排水能力怎么样 来 上车走起 好了 我们加速了 走人地板油 好 加速 差不多 车速有60多一点 刹车 非常不错的制动的脚感 我跟你们讲 就是现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是在人工的泼水 基本上属于是下小雨 中雨的那种路面的情况 但是我知道赛道的这个摆油 可能比我们街道的摆油 要稍微的再好一点 但是实际上我现在的制动脚感 是几乎就是稍微有一点尘土的水泥地 或者是稍微有一点尘土的摆油路的那样的感觉 就是它是从水之中一直特别持续的一个制动力 就让人觉得非常的不错 好 继续 地板油加速 走你 还是到同样的位置刹车 这次差不多65 真是差不多70公里 哎 我发现吗 我几乎都听到了轮胎的 就是摩擦 跟地面摩擦的那个支支的那个声音 这一般是有摩擦力的时候才会有的 所以这种就会 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轮胎真的抓住地了 刚才差不多车速是70公里多一点 我觉得如果我们街道使用的轮胎 是这样的一种 抓地力 那对于我们的驾驶的安全性的这种信心 就特别足了 这种脚感不错 好了 到了赛道的驾驶环节了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固特异的性能胎 就是EGO F1 A6 使用的车型呢 就是它是A45 稍微的有点小遗憾 其实我挺希望用后驱车来试这个赛道的 但是四驱车呢 它也有蛮横的扭矩 那我们试一下它的操控怎么样 那今天我们不刷圈 我们以感受轮胎为主 另外像EGO F1这种胎呢 它其实是来兼顾了可能大部分街道 偶尔跑赛道的这种用途 所以我们在赛道上应该对于它来说 已经算是一个比较极致的工况了 好的 我们现在上车了 可惜啊就是旁边那辆A45 没抢上 我们抢的是CL A45 那我们也差不多的车吧 我就按照这个方式来了 好的 我们现在稍微的把车速走起来一点了 反正在这里边呢 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能感受到胎噪 因为这个C1 A45的这个发动机的噪音 它的这个呼鸣声 现在是占据了主角的 它整体的弯道的响应 是比这个车的原本的状态是要加分 怎么说呢 就是你看像现在我在脱沙进弯的时候 它整体的循迹一直是一个轨道车的样子 前轮一丁点的滑动都没有 好的 还是原始的内燃机的这种呼鸣声非常的棒啊 非常的有感觉 那在这个时候其实一套好的轮胎才能给它的操控去加成 对不对 好 现在让前轮有点想胎了 车趋向于中性 当我踩下油门以后 马上车子就趋向于一个更加甩尾的状态了 轮胎的抓地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就是我感觉几乎是一台一种半二胎的那种感觉 好 我们现在很晚的位置 我们稍微催一下前轮啊 好 可以感到它的四驱真的非常有效的是在帮助车辆出弯 整个车辆在急性状态下是一个非常中性的状态 好的 我们现在脱沙进来 依旧非常好 依旧非常好 刚才配音师的对讲机已经掉到我腿上了 它的横向机质真的挺大的 现在在弯道里的状态是什么感觉呢 一直它还是一个中性 偏一丢丢的转向不足 其实它的横向抓地力并没有像全二胎那种 就是纯赛道胎那种那么高的机质 会导致你的减震器都有点不够用 现在在这上面我感觉 像CLA45的减震器搭配这个轮胎 刚刚的合适 好的 我们回来了 还是非常短暂的一圈半 这个应该都不算是两圈了 感觉就是现在在 为了这么多媒体老师 全亚洲的媒体老师摧残过以后 现在轮胎还是保持在一个 比较中性的状态 推到极限 绿威一点准向不足 而且始终是非常好的群技 而且我的手感是一直有非常坚实的支撑 我觉得对于一款基本上 跑街道偶尔去赛道 玩一玩的轮胎 真的是 还是很不错的表现的 它比我多年前 试着那个人字华文的一个F1 不知道强到哪去 好 我们冷静一下 说一下我感受啊 因为刚才 我是第一次跑雪邦赛道 这个南赛道 我刚才是蒙着圈跑来的 但是也是因为蒙着圈跑来 然后第二圈稍微的 有两个地方线路走错了 我感受到了这个轮胎更多的信息 因为像这个轮胎A6 它其实是一个应用于更多的街道轮胎 偶尔跑跑赛道的嘛 对吧 那它应该是有更多的宽容度 然后它的抓地力和静音 是一个相对更平衡的轮胎 那今天呢我们试着是旗帜赛道性能 我用的是CLA的这个车 那本身这个车 我的印象里是一个更加趋向于推头的 就是它的调教不像两箱的A45那样的那么激进 但是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它把整个CLA的那个操控层级 就往高处加了一档 我第一圈开的相对比较慢啊 就是它的前轮一直是一个轨道车的状态 就是一直很抓地的那种 一点华翼都没有 就非常的稳健 我觉得是把这辆车的悬架也用到了 这个它应该有的那种状态了 然后第二圈呢是 你刚才看到就是我有一个地方 我是我错过了弯心 我又愣望了去打方向 这时候我打了很大的方向 然后轮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华翼角空中度 去把车头又带进去了 然后我把油门一踩去 它的四驱的后驱一介入 整个车又趋向于平稳的拐过去了 好的我们又回到了 安收人斯这个轮胎 就本身是一个两方轮胎嘛 就防充机 防排水的 然后我们在这做一个操控的测试 像这种比较用于通勤的台 纯长途通勤的台 其实它在操控上可能并不是强项 那今天我们就试试它的短板 就是看它的这种紧接避让时 它的操控感觉怎么样 我们用的这个车呢是C200 我觉得是通勤里边 就底盘比较差的那种 C200之前不错 但现在的底盘其实已经很散了 对于这种赛道操控 其实不是力量很适合的车 我看看这个轮胎 一个好轮胎 是不是能给它的底盘去给它加分 我现在还在适应一件事 可能你们从世界上也得适应一件事 就是在马来西亚方向盘是在右边的 所以 你们现在感觉是在看我的镜像 好的我们直接开始了 来走起 车头好软 车头太软了 但是轮胎真的是很抓地 我们稍微的把速度放高一点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车 现在它的状态就是非常的 人格分裂 它本身是一辆很软的车 它的悬架的阻尼很小 弹簧很软 然后每次去绕装去快速转换的时候 它一直都是一个那种 就是需要去反映一下的状态 它要先歪下去 然后再开始转向 但是一旦它的重心放到了这个外侧的轮胎上以后 它就开始抓地走 这个轮胎其实它的抓地力应该没有 刚才我们试的那个A6那么强 对吧 它应该是一个那种 就通勤台 只不过就是很结实 然后能排水 那这次呢我不说话了 我争取用比较快的方式去操作一下 把它当做是一套运动台 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 来 走了 真的 拉胯的还是悬架 拉胯的还是悬架呀 我基本上把前轮的抓地用到了极限了 就是每次都是悬架下去以后 它去压缩到了几乎极致 但是轮胎是基本上短短的一点推头 然后就开始去抓地走了 就是它总体还是一个比较快的想象度 但是可能没有人拿着通勤台去天天绕装玩去跑赛道 它模拟的应该就是一种什么路况呢 就是你真的通勤去紧急避让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连着避让一百个小孩那种 就是它还是能够给你一个足够的抓地信心的 这种侧向的支撑力 嗯 感觉还不错 就是别拿这样玩跑赛道啊 好的 今天我们玩的最后一个项目是越野胎了 就是刚才我们的展台上看的那一款 它的第二代越野胎 那现在这个车呢是一个 是一个我们在国内开不着的车啊 海拉克斯 一辆特别结实的车对不对 这个场地呢也是一个就是他们那种人工挖岛的 可能有陡坡啊那种涉水啊那样的地方 然后我们来试一试这款越野胎 它的这种这个叫什么呢 驱动力啊 附着力怎么样 但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拿着爬大石头了 那个我们有机会再试 先玩这个 好的 接下来是一个特别陡的陡坡 这种的话其实就能够比较考验轮胎的附着力了 好的 教练刚才给我演示了一遍 我看着特别害怕 接下来我要做的呢就是 我先下的这个坡的底端 停住 然后再静态的加速爬坡 这真的是非常极端的考验轮胎的附着力了 这路我走都走不上去 请住 好 我开始爬了 稳住油门上我的天哪 这 我现在基本上体感就是躺着 好 非常轻松的上来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 接下来是一个冲水啊 我们将用40公里的速度直接冲水 完蛋 下面的那台摄像机 对不起了 我要冲水了 40公里啊 我的天哪 你是算真的吗 哇 你别说 挺爽是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那台相机还在不在 我觉得前面这个冲水挺刺激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陡坡啊 我觉得那个陡坡 非常能说明问题 就是对于这个轮胎的 这种就是 越野的附着力 比较简单啊 可能今天场地的限制 我们不能是太复杂的 但是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好了 今天我们是在雪峰赛道度过了一天 哎不对 半天的试驾 那今天差不多有来自全亚洲的将近100家媒体来 大家玩得很开心 但是每人开的时间都很短 比较遗憾 但是呢 我们除了那款电动胎以外 基本上新轮胎都是了 对吧 我觉得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表现都还不错 那这越野胎啊 这种通勤胎啊 赛道胎都是了 那它什么时候这些轮胎在国内上市呢 我刚才问了一下 现在基本上除了A6那款运动胎以外 基本上都能买到了 然后A6那款胎呢 是差不多明年的6月份 也开始在国内上市 那到时候呢 国内的初级运动车市场 就有了一款新的升级轮胎 那到时候大家可以买来试试 我觉得拿去玩玩赛道日 哪怕是给你的初级运动车 去增进一下它的驾驶质感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这期节目先到这儿了 享受一下马来西亚的空气 明天准备回家了 拜拜